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市長韓國瑜 今天晚上星期天晚上連夜開直播 特別穿了我們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這件紅色的背心 其實過去三個月來 我一直跟自己講直播的時候千萬不要穿這件背心 穿這件背心就代表疫情已經開始出現破口 所以前面一陣子直播的時候講到高雄市新冠肺炎的疫情 我都沒有穿這個背心 今天穿這個背心真的代表事態已經重大到必須要面對它 要解決它要克服它 事實上從1月25號大年初一開始 我們整個高雄就是全台灣第一個 針對新冠肺炎成立的一級開設 整整將近三個月 我們市政府所有以及高雄市所有的醫護人員 將近三萬人的投入 大家辛辛苦苦 投入將近長達三個月的工作 本土感染 零 登革熱 零 好不容易心中有一點小小小小的喜悅跟自豪 天上神佛保佑 四名朋友大家一起努力 兩個都是零的情況之下 今天 證實了 我們敦目艦隊 從柏六回來 八名高雄市的海軍官兵確診 這個時代心裡對我來講非常難過 而且心情非常的沉重 我們這麼長時間的努力 居然今天會出現這麼大的一個破口 所以不得不面對它 因此緊急呢 下午五點開會 做了一些重要的決定 藉這個機會 也跟所有關心 國瑜的好朋友 關心高雄市的四名朋友 我們大家一起來 共同勉勵 第一 針對這八名確診患者 所有到的地方 這一段時間 包括了百貨公司 包括了 羽毛球館 包括了郵局 等等 包括了賣場 大概有七個地方 我們今天晚上 全部開始消毒 消毒要預計到明天晚上十二點 那明天晚上 經過我們高雄市政府 防疫中心 去檢查完畢以後 沒有問題 星期二 才能開業 這一點 要跟大家來報告 當然中間 還有夜市 雖然是開放性的空間 但是整個夜市 我們也要開始消毒 第二個呢 今天我們要劍請 所有 這一次 七百多位裡面 敦目監隊的官兵 有一百多位是高雄市的子弟 要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要協助我們 把名策給我們 我們要開始立刻展開部署 我們必須 真的是要整個料底從寬 防疫從嚴 我們必須要抓緊這個工作 這將近有一百多位高雄市 這些海軍官兵 所以說 我們一定要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趕快把這個名策給了我們 第三 另外還有十六名患者 雖然在其他縣市 重點 他從左營下了軍艦之後 他是立刻回到他家 還是他在高雄有待過 不管待一天 待一個小時 待兩天 然後再回家 我們不知道 將近有四天的時間 這十六位 他們也沒有在高雄逗留 也要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必須快速的告訴我們 第四 這一次敦目艦隊 在整個防疫的層次上 跟分量上 一定要比照鑽石公主好 凡是跟這些確診者 在同樣一個建築物 或同樣一個賣場 電影院等等 相處過十五分鐘以上 中央政府一定要發所謂 細胞簡訊 要告知這些 跟確認的患者 有共處一個地方的時候 必須要去發出警告訊號 這樣讓很多 不知情之下的民眾 可以了解 自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 最後 我今天是看了整個高雄市的 鐵路 高鐵 捷運 還有看了計程車 公共汽車等等 第一 我們現在針對所有運輸系統 因為這744位 下了軍艦的官兵 都有做交通運輸工具 整個交通運輸工具 全部要大消毒 第二 針對 左營海軍軍區的外部 我們展開大消毒 第三 針對這些個案的 活動範圍 我們也展開大消毒 我特別要拜託所有的好朋友 要做一件成功的事情 要有好多因素來配合 就像我們防疫一樣 有醫護人員配合 有李幹事配合 有的李幹事做了一二十年 從來沒有像這一陣子 這麼辛苦過 這三個月 神經崩得好緊 有的打電話 忙到回家都嘔吐 甚至打電話打到耳朵都 發出失明的聲音 就是為什麼工作壓力太大 這麼多這麼多的投入 就是希望能夠 這次防疫能夠徹底成功 所以做成功一件事情 這麼多的要素大家配合 但是要失敗的時候 只要有一個缺口出現 就有可能滿盤結束 所以在這裡 還要請公共市民朋友 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防疫工作 尤其是現在 我們看到日本 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新加坡 疫情 也在升溫 再看看美國 意大利 西班牙 法國 英國 德國 印度 我們真的看了 實在心理壓力是非常的巨大 希望市民朋友 不管如何 在防疫的過程之中 雖然覺得會很繁瑣 覺得說怎麼那麼的囉嗦 怎麼永遠做不完的事情 請大家務必要忍耐 我們一起把防疫工作來做好 那再一次要跟大家報告 從1月25號 高雄金巴黎事件爆發之後 我們進入一級開始 那個時候全台灣最危險是高雄 已經開始出現 防疫的破口 全力投入之後 在昨天以前 全台灣最高雄的城市是高雄 零感染 本土感染是零 結果今天 就爆發了敦目艦隊回來 所以說 整個防疫 我們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針對剛才上述的高雄這七個 營業的場所還有郵局等等 我們評估完畢之後 明天 會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來報告 能不能同意他們來繼續的營業 不好意思 這幾個月來 真的要非常感謝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要感謝所有投入工作者 要感謝市民朋友的配合 希望我們大家在一起來努力 那也針對所有高雄的低收入戶 當然我個人很擔心他們吃不飽肚子 所以我們開始要 發放一些米啊 麵條啊 罐頭啊 愛心餐券啊 這些 市政府也在準備 像這些相關的配套工作 絕對不會放鬆 我們希望市政府的團隊 跟市民朋友全力配合 打造一個最乾淨 最健康 最快樂的高雄市 非常感謝大家 也祝福大家 謝謝